昨天天氣很好 可能很多人會選擇戶外活動 但是今天很多地方在下雨 看看最新的雷達回波圖 因為南邊水氣的影響 所以今天出門 全台的觀眾朋友提醒 您都要帶把傘 而且這個星期天氣變化 可是很大的 一下忽冷 一下忽熱 接下來這個星期的後面 還有封面加冷氣團會變濕冷 所以每天要幹嘛呢 每天就是要看氣象 我們先來看看 現在下雨的狀況 南部地區南方水氣剛好上來 所以像是高屏 台東 都有一些短暫雨的狀況 比較明顯的是在北部 北部像是新竹 桃園 一直到台北 基隆 其實雨 十大 十小之外 還打了春雷 今天就落雷了 春天的第一道雷響出現了 台北 基隆 桃園都有打雷 春雷之後是不是春天就要來了呢 不行啦 這個星期很有冬意 提醒大家注意 在來水氣離開之後 其實下半天 中南部的雨勢會緩和下來 明天中南部的天氣 又會恢復穩定 只不過請注意 後面要開始變天了 我們來看看氣溫走勢的部分 首先在中部以北的部分 星期一 星期二 一直到星期三 基本上高溫低溫變化都不是太大 甚至其實還有27 28度 那最主要的變天時間點是落在星期四 星期四這一天封面通過 會下雨之外呢 冷氣團緊接著來 冷空氣一波波下來之後 溫度就開始掉了 星期四晚上 中部以北只剩下13度了 也就是星期四這一天 其實最溫暖的時間 反而早上起床 接下來就一路往下掉 你看星期五星期六 一直到星期天 都在冷氣團的影響範圍當中 低溫中部以北下 才11度 而且都有短暫雨的狀況 高溫頂多是20度 提醒大家接下來這一波的溼熱 感受上來 體管溫度會比較低一些些 要多加留意 南部也會有影響 我們來看南部 南部比較誇張的是 它一直到星期四的白天 其實還有機會上看到30 31度 但是到了星期五的時候 就迅速的 星期四白天開始 其實是北部先感受到冷氣團 中南部會晚一點嘛 到了星期五的時候 高溫掉到了24度 低溫14 13度 所以接下來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南部的低溫也開始掉下來 也偏低 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要注意 而且可能也有一些短暫雨的狀況 所以接下來這一波的冷 說不定高山是有機會飄雪的 因為是濕跟冷的狀況 提醒大家這個星期 一定要氣溫氣氣氛氛 下雨的狀況 特別是後面要多加的留意了 再來我們要看空氣品質的部分 今天的空氣監測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早上8點多的時間 整個西半部地區不是紅色 就是橘色就是黃色 一個綠色的指標都沒有看到 中部甘雲家的男生 在PM2.5的指標方面 也已經出現紫暴的狀況了 連宜蘭跟花蓮的北邊 狀況多不好 現在是在下雨 雖雨下一下之後 會不會有機會讓空氣 稍微緩解一些 我們要稍微等一下 但至少在目前 這個狀況看起來 西半部的觀眾朋友 還有宜蘭的觀眾朋友 你的口罩 提醒您今天一定要記得戴